好的,我們最後一次做這個 這是Akara人體場景傳感器FP2 獨具創新的將F35有源相控陣雷達技術 營運智能家居 有效提高高米波雷達追蹤精度 配備獨特機器學習模型 超感知追蹤多達9個目標 連你的心跳都逃不過他的眼睛 支持30個分區 以1敵多 IPX5防水 不管是淋浴房還是廚房 都可以一貼即用 AI主動感知干擾源 無論空調、分散還是穿聯 在他眼裡 你才是他的唯一 波子大家好 歡迎收看本期的WaveTech浪科技 我是Eric 在看完FP2的零售價之後 我也是蠻吃驚的 怎麼綠米突然間就這麼有自信 訂了一個899的零售價 雖然說FP2支持多分區功能 等於買一個送29個 四十五路等於每個不要錢 比超級C4還要划算 當然這期視頻不打算做簡單的一個開箱 主要分成三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簡單的介紹下FP2的外觀和使用 然後主要得花點時間和大家講解一下 毫米波雷達的工作原理 和普通的紅外被動人體傳感器 相比有哪些好處 為什麼說把毫米波雷達和紅外人體傳感器 裝在一起不是一個好主意 這就是AcalaFP2的主機 看看這個支架設計 依舊是G2攝像機的老味道 只是這裡不能旋轉 如果貼牆安裝的話 注意把Acala logo擺正了 如果裝反了 App也會有提醒 如果需要更加牢固的安裝方式 FP2的支架也多了一顆螺絲孔 可以直接固定安裝 機身頂部是一顆彩色的LED 和環境光傳感器 這也是第一次看到Acala 把指示燈隱藏起來的設計 不僅透出的光線更加柔和 也增加了機身的防水性能 這次FP2採用了USB-C的接口設計 避免了上一代脆弱的線欄 如果老化和斷裂的問題 但是我這裡測試了 不支持USB-PD供電 這裡只能使用USB-A轉USB-C供電 關於軟件部分 由於這裡我使用的是預生產的硬件 加上我拍攝視頻的時候 一個重要的AI識別干擾源 和房間大小的功能還沒有實裝 所以我這裡就簡單的說一下特色功能 在Acala Home裡 這裡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實實所在位置 這裡我把房間分成了兩個區域 其中一個是船的區域 剩下的其他空間就會變成另外一個區域 這裡最多支持30個分區 每個分區都會在家庭的APP裡 多分出一台占用傳感器 每個傳感器對應自己的檢測區域 我們這裡來做個簡單的測試 這一部分可能會比較nerly一些 歡迎使用章節功能挑轉到自己想要看的部分 最後我們再聊一下 Acala的定價策略以及市場定位 我們先從簡單的入手 紅外被動傳感器主要靠檢測人體輻射出來的7-14微米的紅外光 內部有一顆TO5紅外敏感的半導體材料 這個材料會吸收紅外光轉換成電信號 這樣就可以檢測到探頭前面是否有人了 除了人體會輻射紅外光之外 幾乎家裡的任何一件東西都會發出和反射紅外光 僅僅用一顆芯片就不能很好的區分 所以這裡一般使用兩顆芯片 那麼我們這裡會做一個簡單的排列組合 房間無人的時候 兩顆芯片就應該吸收到同樣強烈的紅外光 產生相同強烈的電流 產生的電流相互抵消 只有當其中一顆芯片有人的時候 兩顆芯片才會產生不同的電流 這時候代表傳感器前面有人經過 錯 人體這麼大一個面積 要是站在傳感器面前 兩個傳感器還是會產生一樣強烈的電流 相互抵消 還是會出現無人的誤報 這時候就是前面一個萬花筒一樣的 斐尼爾透鏡在發生作用 透鏡將空間區域劃分成許多的小區域 只有人在切割斐尼爾透鏡的方向運動 才能讓透鏡正好把人體的紅外光 折射到其中的一塊傳感器上 所以紅外的傳感器 檢測的角度 檢測的精度 其實和前面的這塊光學透鏡有關 分區越多 越精細 也就能檢測到越細小的動作 光學鏡片設計是紅外被動傳感器的瓶頸 可以簡單的理解成一台兩個像素的紅外視像機 只有兩個像素不同的時候代表有人 而兩個像素相同的時候代表無人 說完簡單的 這裡還沒睡著的小夥伴 可以給自己鼓個掌 下面說說毫米波雷達的原理 毫米波雷達是利用了多普勒效應 如果不懂什麼是多普勒效應呢 這F1車迷的感觸應該會比較深 當F1面向你開來的時候聲音會比較尖銳 而向你遠去的時候聲音又比較低沉 這就是毫米波雷達的主要工作原理 毫米波天線會發射出60至64GHz的毫米波 如果反射回來的回波頻率變高了 代表物體面向雷達運動 如果頻率變低了 代表物體在遠離雷達 和蝙蝠的回升定位不同 毫米波雷達只能看見正在移動的物體 根據這兩個公司就可以生成物體的3D空間坐標 這個是實際FP2能看見的內容 由一個個空間坐標組成 我們叫它點雲 這也就是為什麼Zigbee的帶框不夠發送這些數據 必須要使用到WiFi的原因 解釋到這裡基本上就把FP1的原理講了一遍 那麼相比FP1 FP2又做了哪些升級了呢 FP1的點雲基本上是看個大概 FP2點雲的細膩度就從原來的十幾個升級到幾百個 這時候生成的點雲就基本上可以看出這個物體的形狀了 通過板仔的神經網絡做一個圖像識別 這裡就可以簡單的判斷是個人形呢 還是家裡的寵物呢 當然這裡可以跑更多的模型識別 比如這個看起來像個摔倒的人 如果你還有什麼腦洞比較大的想法呢 也歡迎打在評論區 我這裡只是舉個例子 希望你們能夠舉一反三 例如心臟跳動的舒張收縮會造成胸腔的起伏 毫米波通過檢測胸腔的起伏來檢測心跳 這個呢就可以用來做活體檢測 看看你是不是真的涼了 又或者是夜裡尿船 尿液在被單裡擴散開來的路徑也可以被毫米波檢測到 所以不要偷懶 該去解決的時候就去解決一下 為了檢測心跳這些細微的運動 毫米波的角度就必須做得非常小 要像狙擊槍一樣指哪打哪 所以FP2還有一套瞄準系統 當然這裡不是簡單粗暴的把FP2放在一個三軸雲台上 這樣物理瞄準物體 而是利用到速波成型技術 F35前面的有源相控陣雷達 就是利用速波成型技術追蹤敵方戰機的 馬斯克星鏈地面上的這口鍋 也是靠速波成型的技術追蹤天上的衛星的 所以在這裡我們就可以得出一個結論 就是信馬的做生意都比較厲害一些 那麼什麼是速波成型技術 我們知道相同的波形會相互疊加 正好相反的就會相互抵消 降噪耳機就是利用這個原理來降噪的 我們可以看到兩個波形其實完全相同 這個反向的波形正好可以稱為180度反向 那麼相控陣雷達就是通過 控制雷達裡不同天線的延遲來控制雷達的方向 這就是雷達的瞄準系統 我們可以看到FP2由原來的一根天線 升級到三根發射天線 利用速波成型技術實現直哪打哪 生成更加精準的點雲 從而實現更多的功能 對比兩種不同傳感器的工作原理 這裡就不難發現 紅外被動傳感器的結構簡單 檢測結果誤差比較大 毫米波不僅可以偵測非常微小的移動 還能主動識別智能家具的干擾源 主動屏蔽 那麼如果給毫米波雷達配備一個 紅外被動傳感器 這就好像給超級士兵配了一個腦抽的司令 最後我們來聊一下產品的定價和市場定位問題 Acala產品的定價策略比較簡單 就是從工廠出廠之後 翻一翻就是經銷商的進貨成本 這部分的差價也就是綠米的利潤 還扣除產品的R&D和Marketing費用 經銷商的進貨成本再翻一翻就是產品的零售價 你這裡也不能說綠米心黑 畢竟一家公司就是要將利益最大化 又不是做慈善 根據WSJ的分析iPhone14的招價大約在400美金 Apple的零售價大概在1000美金左右 如果希望一家公司能夠長久的走下去 還是需要一個可觀的利潤 畢竟誰也不希望綠米哪天關門 服務器砸一拉 家裡的智能家居都成了電子垃圾了吧 不過話又反過來說 有沒有產品破壞了這個產品定價規律呢 有 Acala S11就沒有按照這個定價策略來 把服務商的利潤直接削掉了 所以消費者這裡覺得剪了一個大便宜 從我視頻的觀看量也可以看出 S11的觀看量要比其他智能家居產品高出不少 當然服務商沒有利潤的產品 自然他們也就不愛推 FP2在中國地區的零售價是599元 如果也按照S11的方式 把服務商的利潤給刨掉的話 299的零售價肯定是非常具有競爭性的 說到競爭性 FP2目前來說 市面上沒有一款能夠達到相同追蹤級別的產品 所以就算賣到899 這裡也是有人會買得起的 如果考慮把FP2作為高端旗艦 其實建議這裡把FP1的價格下降到159元人民幣 這個價格完全可以和一些雜牌的 紅外加毫米波傳感器競爭 一款作為普世產品 一款作為旗艦產品 不過話說回來 我又不是綠米的員工 所以我的觀點也不一定全對 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 也可以在評論區里留言 如果喜歡本期的視頻 記得關注點贊 如果不喜歡 也可以發給你最討厭的朋友 說不定他會喜歡 OK 我們下期視頻見 Bye